词曲织 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爱过的终究要离开 不同被撕碎的心 只是深藏眼泪 无法掩埋失去的诺言 深夜的呼喊 绝望掩埋了希望 再不走的是那盼烂的欲望 欲望 谁的红线 缠在遗忘的指尖 风吹乱了 我对你的思念 我就不会害怕那时间 在尽头的边缘 就不会想你到天亮 你的模样 爱过的冲就要离开 不痛被撕碎的心 真是深藏眼泪 无法掩埋 失去的诺言 深夜的呼喊 绝望掩埋了希望 再不走的是那贪婪的欲望 娘 你不是不舒服在房间里休息吗 看样子 你要出门啊 是啊 我约了没人 要给你再说一个媳妇 我已经有媳妇 是静怡 那个女人啊 不够资格做我们谷家的媳妇 静怡她没有偷人 她跟房成根本没有什么暧昧的关系 你误会了 我误会了 我亲眼看见了还会误会 你最好把静怡啊给我休了 我不想再看见她 我不会休她的 我相信她 她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娘 对不起啊 我要到亲人堂出诊 我先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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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能为谷家生下这个孩子 哎 将来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 其实我对一致感谢你 这些年对强威的付出 你不要这样说 这些年 我把强威 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她 说这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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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梦想和春节 谢谢你 在我的生命中出现 能够和你相守到老 是我的福分 我不会辜负你的 你对陆云的这片真心 她在九泉之下 一定可以感受到的 有没有 不如这样吧 过两天 我去寺庙给她安个牌位 以后 我们也方便去拜祭她呀 当初你知道 我身死了妻子 中间还有个鹿云 为什么你还肯嫁给我 帮我照顾强威呢 因为 我钦佩你行一济世 重感情 而且 你的个性坦率 善良 你从来都不会以视了眼光 来看别人 而且 你都是以 温柔 体贴的心 对待你认识的每个人 娘 娘 你真的误会了 我没有啊 闭嘴 你这个贱人 你还有话说呀你 我没有啊 娘 你真的误会了 娘 闭 娘 闭 阿姨 静怡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你不再是我们谷家的人 闭 静怡 姑父 你说 你在家我都不让你干粗活的 想不到在这里 却让你吃苦受罪了 静怡 真的让你吃苦受累了 你看 这两天你都瘦了 我没事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只是你 你看 你真的憔悴了不少 一边要处理家务 一边还要去看病人 我真担心你 我担心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你会怪我 不敢违抗娘吗 傻瓜 我怎么会怪你呢 当初就是因为你孝顺 我才跟了你 如果 你连娘都不孝顺 又怎么会对我好呢 是 你对我这么好 我却无法保护你 古大夫 古大夫 什么事啊 病人针灸时间到了 该收针了 他的肺老病已经得到控制 待会你帮他收针 请他回去 明天再来吧 好 好 秋月 这个是今天病人预约的时间 你拿过去再确认一下 仔细一点啊 好 好 去吧 古大夫 古大夫 这么快就针灸好了 我今天有事 今天不看诊 不 今天病人的预约时间 都安排满了 而且下一个病人很快就要到了 这 能等的 请他们明天再来 不能等的 到陈家药铺找展兄 这 有钱都不赚 包包车 来 来 古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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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古大夫 古大夫 古大夫真的走了 他最近这事怎么了 幸福气躁的 我知道你为阿姨的事情烦心 但清元堂也不能这样无人看诊呢 不好了 不好了 糟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古大夫 病人吐血了 先生 你没事吧 古大夫现在又不在 我们怎么办啊 不行 我们得把他送到陈家药铺 陈家药铺 陈家药铺 那怎么行 现在古大夫和展大夫正在比试医术 现在怎么能把病人送到陈家药铺啊 你说什么呢 人都快死了 难道我们见死不救吗 比试医术 比人的性命还重要啊 你马上和我一起把病人送到陈家药铺 秋月 打电话给治药公司找房书 让他想办法招古大夫 快去 你还愣着干嘛呀你 过来呀 老太太 娘 您听我们解释 闭嘴 老太太 娘 不是这样的 娘 娘 老太太 您听我们解释 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老太太 你还想打我呀 我不敢 老太太 我告诉你 你不过是我们古家的一条狗 这个老太婆 竟然这么羞辱我 好 等我谋夺到古家的家业之后 我一定会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你给我所有的屈辱 我方程一定会全部逃回来 你 还有静怡呢 当时我已经离开了 也不知道那老太婆 后来是怎么羞辱静怡的 这 喂 是我 秋月啊 什么 谁的主意要把病人送到陈家药铺啊 是寒冲的主意 好了 这件事情我都清楚了 等我回去再处理吧 来 寒冲 是 古风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大好的机会 就白白地丢弃了 是啊 他都没事 把病人搁下不管 这么好的机会去让展熊给夺去 他到底怎么想的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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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云 记忆替你立了一个长生牌位 在这寺庙里 就是希望如果我想念你的时候 就能够到这里来看看你 跟你说说话 她真的是非常体贴又贤惠的妻子 她一直尽心竭力地 在照顾我们谷家所有人 尤其是强卫 她一直把强卫当作亲生女儿一样 照顾得无畏不止 可是这次却因为无畏 被我娘赶出了顾家 我希望你在天之灵保佑她 平安顺利度过这个难关 我今生已经辜负了你 不能再辜负静怡了 我就知道 你又跑来跟这个死人说话 郭大夫 对不起 我娘竟然这样误会你 我替我娘向你道歉 不不不 郭大夫 这怎么敢呢 您真的相信我们 锦衣是我的妻子 你是我多年的兄弟 我当然相信你们是清白的 不会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谢谢 谢谢您愿意相信我们 可是静怡呢 老太太相信她吗 她被我娘赶出顾家了 什么 她被赶出了顾家 那 她现在住在哪里呀 现在她住在哪里 我想你们现在的情况 暂时还是密歇 少点联系 以免引起更多的误会 你说得对 就算您肯相信我们 可是老太太 一定以为我们两个 做了苟且之事 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这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我从年轻的时候 就在谷家做事 我的父母去世得早 我一直把老太太 当成亲生母亲一样对待 可是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老太太都非常地厌恶 不管我干什么 老太太都不满意 有时候我在想 可能是我跟老太太 没有缘分吧 你别这么想 这些年 你对顾家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娘早晚都会明白的 这件事情 娘真的误会了你 她跟你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 你就别往心里去 不不不 我没有 虽然我很遗憾 老太太她不信任我 可是 我还是会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的 对待她 我不会责怪她 更不会埋怨她呀 谢谢你这么狂轰大量 不 是我喝酒无事 我没有资格责怪任何人 更不会责怪老太太 其实 最无辜的是静怡 她本来是想帮我 没想到却害了她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早晚都会水落石出的 不会再让你跟静怡 蒙守冤屈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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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来这里找我什么事啊 情人堂出事了 你们不能进去 不能 你们听我说 不能进去里 胡大夫 胡大夫 我 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放心吧 死不了 你们这些家伙不经人家同意 就闯进人家的诊疗室 你们也太没规矩了吧 丫头 后续的事情你来处理吧 好 我要和这个家伙出去说说话 走 走了 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没事 不用你帮忙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人家都走了 跟我回去工作去 走了 快去 走了 来 你 古大夫已经替那个病人医治好了 是古大夫走了 那个病人才吐血的 这跟古大夫有什么关系呢 是 没错 病人的状况本就很难预测 古大夫怎么会知道呢 他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你凭什么要骂古大夫 而且古大夫走肯定是有事 这也不是故意的呀 他能什么破事 不就家里那点事吗 我 行了行了 你别跟我说 你别以为现在 肺劳的疫情得到控制 你就可以掉疫情心了 我告诉你 还有别的病患需要你医治 虽然现在我们是在鄙视医术 但那个病人来找我们大夫 把生命交给我们 我们能掉疫情心吗 怎么能因为家里的事情 而耽误对他们的诊治呢 怎么了 你教训得对 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私事 而放下病人不顾 谢谢你帮我救了那个病人 这场鄙视 我输了 我根本没有 我没有资格当一个 即时救人的大夫 我现在就回去收了秦源堂 让住胡慌 大夫 你怎么这么没有担当啊 出了事情就逃避啊 你把秦源堂收了 那我还回不回山里了我 这话什么意思 我收不收秦源堂 跟你回山里有什么关系 你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你只知道为自己着想 你有没有替别人着想啊 你把秦源堂关了 这现成这么多病人 找谁开命啊 到时候都来找我 我会不会去了 好 就算我不回山里了 我一个人两只手 我能照顾得了那么多病人吗 你要累死我 大爷 别这样 没事的 没事的 比赛的胜负不是关键嘛 对吧 关键就是不管是谷大夫 还是展大夫您 你们都看好了很多病人 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是不是啊 没错 正因为是你们的诊治 让很多人恢复了健康 甚至是有了活下去的机会 我觉得比你们鄙视输赢 要更有意义 大爷 不要骂谷大夫 您劝劝他 让他不要收了秦源堂 你 好了 好了 我们这次比赛 因为别人搅局 不算 我们再比一次如何 二伟 你们还要比啊 怎么样 还有没有胆子 再给我比一场 有啊 谷大夫当然有胆量 谷大夫 跟他比 韩忠 说什么呢 展大夫 比就比 你说 比什么 中医大学 还有三个礼拜 就开学了 谷封 你负责教强卫 我来教忍东 到时候谁考上了中医大学 就算是赢 如果这么比的话 那就简单多了 是不是 二位 你负责 比是这个 那强威就胜券在握了 我就不相信 他会输给一个 没念过书的丫头 我看到了 你负责 好 顾大夫 你太自信了吧 谁说我们家忍东 自学就不能成才啊 我告诉你 我们家忍东 在医学方面的天分 那比你们家薔薇高太多了 到时候你输了 你别怪我啊 现在没告诉你 犹豫什么啊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你一定是对你的女儿 没有信心 谁说我对自己的女儿 没有信心了 好 一言为定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现在没事了 你们这些闲杂人的啊 赶紧走吧 顾大夫 先回去吧 走了走了 顾大夫 走了 顾大夫 走了啊 大爷 您怎么能随便提这种比试呢 我之前跟您说过 我要靠自己的力量上大学 可是我现在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能力赚钱 您让我报考中医大学 这不是为难我吗 颜丫头 我哪是为难你啊 考中医大学那是人生大事 钱不够我可以帮你凑吗 靠你自己赚钱 你何年何月才能考上中医大学 可是大爷 你一个人生活在山上 又没赚很多钱 怎么帮我啊 任东啊 钱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不行的 我已经在您这儿预支了那么多钱 到现在也没有还上 我怎么还能拿您的钱 再继续上大学啊 我把这钱给你 让你上大学可以作为投资 如果你考上了中医大学 拿到了行医执照 当上了真正的中医 到时候你再还我不就行了吗 这 行了丫头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在程老板占预支的多少钱 你心里最清楚 你怎么还 就得考上中医大学 拿上行医执照 用行医的钱来还知道吗 要不然怎么样 难道去他林宫还 什么时候才能还给程老板 可是 爹 什么可是 怎么回事你 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你这个大学必须得上 你要不接受人类的帮助 那爹就去卖鞋 卖鞋要供你上这个大学 爹 不行的 我怎么能忍心看着您去卖鞋 供我上大学呢 这绝对不可以的 那你就听话 替爹 替爹争口气 考上这个大学 到时候好好回报这些恩怨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来报答你们 这就对了 什么 要拿我们中医考试 重新做比试啊 嗯 可是 可是我根本没有信心考上中医大学 乔薇啊 这件事关系着我们骨家和秦源堂的未来 你可要全力以赴啊 奶奶 可是我对自己没有信心吗 乔薇 你当初不是答应我 一定要考上中医大学的吗 为什么现在对自己又没有信心了 之前我对中医一点兴趣都没有 而且现在时间又那么短 所以 所以我才没有信心嘛 哎呀 没事的 你爹是明中医 有他教你一定考得上的啊 我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 好 尘薇 尘薇 怎么这样啊 话还没说完呢 真是 风儿啊 我今天刚好约了梅人 要替你物色影 娘 我累了 我先回房休息了 我话还没 这夫女两个是怎么回事啊 我话没说完就走 这 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你说什么 拿忍东考上中医大学做赌注 这是什么赌注啊 这根本就不公平嘛 这忍东一天正式学校都没去上过 怎么能够考上中医大学呢 明摆着咱们这赌注就输了吗 弘历 在说什么呢 本来就是啊 哎呀 你别掌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忍东啊 肯定会考上大学的 没错 忍东虽然没有正式上过学 可是他从小把该读的书都读过了 而且他有勤奋好学 上过夜校 所以他就等同于有学历去考试 我对忍东有信心 他一定会考上中医大的 可是 怎么看他 都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看出来了 你就是个乌鸦嘴啊 刚才我就忍你了 你就不会说太好听了吗 放心吧 放心吧啊 有我教丫头 他一定可以考得上中医大学 那是 我们忍东啊 他资质很高 从小啊就学了一些医术 而且啊 他有很多实践经验 他平时在我们药铺给人看病的时候 好多客人都说他医术高超 所以我相信 他肯定会考上他 好了 时间紧迫 丫头 走 你呀 跟我回房间去复齐去 可是大爷 我把课本都放在家里了 我这就回家取 好吧 好吧 那你呀 赶紧回家取课本 我呢 先睡个午觉吧 回来记得叫我啊 好 那叔叔 阿姨 镇定哥 我先回家一趟了 好 我还是觉得忍东 镇定 你干吗去啊 镇定 等一下 镇定 镇定 镇定哥 我送你回去 怎么可能呢 你还要陪我去买东西呢 买什么东西啊 买床单啊 备照啊 枕套好多呢 给忍东啊 忍东只有休息好了 才能有精神读书啊 是不是啊 忍东 谢谢阿姨的好意 我不需要这些的 镇定哥 你不用来送我 我一个人可以了 没关系 我送你 真不听话呀 真的不用 我回家一趟 一会儿就回来了 好 去吧去吧 那我走了 忍东 忍东 哎呀 怎么回事你 娘 你这孩子 你为什么要编理由 阻止我送忍东回去啊 你别忘了 古老太太 把你和薔薇的八字合过了 你将来要娶的是薔薇 可不是忍东 那天到晚老跟忍东在一起 要是被不相干的人看到了 跑到古老太太那儿去说闲话 然后对你印象不好 那不是得不偿失吗 娘 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 古家奶奶因为薔薇出车祸的事情 已经很讨厌我了 我想她不会再见我了 那可不一定 虽然我们两家 现在貌似陷入僵局 但是以我儿子这一表人才 以咱们的家事啊 我相信整个县城她也找不到第二家 所以我想用不了多久 古老太太一定会回心转意 我还要回房看书 我先回去了 我说错了吗 这种态度 正定 我话还没说完呢 皇帝 你是不是又跟儿子说些有的没的 所以她才不理你啊 什么有的没的 我这次在说她跟薔薇的婚事呢 我说你别整天 整天想着正定和薔薇的婚事 那成不成 那要靠缘分 不是你说了算 我 你要是有闲工夫的话 你就想想你酱油工厂的事 酱油工厂 我酱油工厂怎么了 你昨天晚上你还跟我讲 你说你后悔跟荣华拆了活 怎么今天早上一起床 就把这事给忘了呢 对啊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我赶紧找荣华说这事去 富贵 干什么呀 那不如你陪我去吧 给我们当和氏佬 我才不给你当和氏佬呢 我不知道当多少次和氏佬了 你们吵了又好 好了又吵 不知道吵到什么时候为止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你那妹妹的个性也不好 你怎么不说说她呀 光知道说我 好 你自己惹的事 你自己解决 别找我 你 那你要是不陪我去 我怎么找她说呀 自己想办法 你 来 拿这么多账本来干什么呀 我发现这个账本里啊 有问题 我怀疑我们那个新来的账房啊 在做假账 私吞公款哪 你赶紧看看吧 这会有什么问题也不会的 什么不会你看都没看呢 新来的账房先生啊 是我的亲戚 他人很可靠的 你确定他可靠吗 当然了 而且这些账目啊 我都已经确认过了 绝对没有问题的 什么 这些账目你都看过了 韩冲啊 咱自家人 我可实说了啊 你怀疑这个新账房 那不就是怀疑我 私吞公款吗 不不不不 不不不 方硕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 这公司 是您一手创立起来的 我怎么会怀疑您呢 行了 行了 我也知道啊 你不会有这个意思 好了 账目没有问题 拿回去吧 方硕啊 我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 您为什么一定要辞退那个 跟着古大夫二十多年的老账房 请一个新的账房来啊 这怎么是我辞退他的呢 是那个老账房 说自己年龄大了 干不动了 想要退休 没有人逼他走啊 那是 那是 那我想 是不是可以请那个老账房 再回来 韩冲啊 说了半天 你还是不相信这个新账房 也就是说 你还在怀疑我 不 不是 方硕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呢 如果有两个账房啊 就可以做到互相监督 相互牵制 这对我们公司是有好处的呀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你的良苦用心 这件事情啊 就交给我来处理啊 对了 上次让你上大学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古家上上下下有多少人 哭着嚷着都去不了 现在古大夫啊 让强威去上学 你正好在他身边学东西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将来啊 我就是想要让你取强威 再说了 这样对古家的生意也有帮助 不是吗 这 房叔啊 我只对做生意感兴趣 读书我也不是那块料 再说强威啊 我唯恐必知不及呢 再见啊 韩冲 韩冲 这 喂 我方程 方程要是知道 那个女人住在我家 肯定会吓一大跳 奇怪 这么久了还不来 我去找她 你 你这是干嘛呀 怎么挡我去路啊 大妈 你这是干嘛呀 你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再挡路 我可叫人了啊 你叫啊 这里这么偏偏 就算你叫破了葫芦 也没人会听得见的 叫吧 你神经病啊你 你们要是劫财 我一分钱都没有 劫色 我已经老到 可以当你们老妈子了 神经病 你这样的老妈子 我是没兴趣 不过我这两个兄弟 那可是非常有兴趣哦 今天啊 我们不劫财 也不劫色 就是啊 给你个教训 上 打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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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疼吗 大哥 我到底怎么了 我有什么做的不好 你告诉我 我敢 别再打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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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警告你 以后啊 别再去找房城麻烦 否则 见一次 打你一次 哼 听清楚了吗 啊 听清楚了 别说花样啊 记清楚了 别说花样啊 记清楚了 别说花样啊 你记清楚了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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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 我 啊 啊 啊 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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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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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为什么她要这样对我 她真的一点都不念旧情 就算我有千错万错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她女儿的母亲 她竟然这么狠心 找人来打我 你对这个女人如此贪恋 对我就这么嫌弃 你别碰我们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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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脸怎么了 你让我 你不要加心心的 你马上就给我走 你怎么啦 我滚了 娘 娘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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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把人家抖 你干吗呀你 妈 我吃里泡泡的东西 你干什么呀你 大嫂 是我不好的 娘 阿姨 你冷静一点行不行啊 娘 你给我走 你给我走 你冷静一点行不行啊 娘 你干吗打阿姨啊 我怎么就不能打她了 我才是你娘 你吃里泡坏啊你 不管怎么说 打人就是不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只要打她 我还要赶她走呢 你没事吧 你给我走 阿姨 阿姨 你别动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追阿姨啊 不行 以后不准跟她有任何坚持 你听见没有 哥 你帮我去追阿姨 快走 不行不行 你回来啊 你跟我回来 不准你干吗 你跟我回家 你拉我回家 你拉我干什么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家 干吗呀你 坐下 坐 老师告诉我 你脸上的伤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跌倒了呀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骗你有钱拿啊 那好 那您告诉我 您为什么要把阿姨 赶出去 这我倒是要问你 你明知道 她跟房城有染 才会被古老太太 赶出谷家 你干吗让她来我们家呀 您怎么知道在她身上 发生的事情啊 我 糟了 不小心把我对她 偷听他们说话的事 给讲出来了 您是不是偷听我们谈话了 是又怎么样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难怪 我头一次见到她 我就觉得她特眼熟 原来她是古大夫的老婆 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是误会啊 阿姨根本就没有做过 对不起古大夫的事情 谁知道啊 好 就算是真的 可是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她跟房城有染 所以我讨厌她 为什么 因为房城 已经别恋爱上那个贱女人 才会对我恶言相笑 所以我讨厌她 恨死她了 移情别恋 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明白了 我 娘 您跟房经理 到底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您会为了她 恨阿姨呢 我 为什么 您说啊 您快说为什么呀 快说啊 因为她是你的生生父亲 什么 您说 您说房经理 是我的生生父亲 你不知道她有多可恶 我 我只不过是想跟她要一点钱 我赶紧一个人维持这个家 真的很辛苦 我想要分担 我只不过是要跟她要一点钱 她不但不给钱 她还找了一帮流氓打我 说我要是再找她 借一次打一次 你看这个人有多可恶啊 更何况她还知道 你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还不认 不会的 不会的 一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 一定是你在骗我对不对 我没有骗你 我爸是 我说的都是实话 要是用半句假话 我喝酒就不得昂死 为什么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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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丫头 我 你别这样 你别哭了行吗 忍东 爹对您这么好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爹对您那么好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我知道是我错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汪洋 当年 答应出去残养 一年多都不回来 我以为她死了吗 我是一个女人 我不容易 我要活下去 我要生存 所以我就成了个依靠嘛 忍东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错了 你 回来了 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演唱 歌词 曲 讹 谛 文贵 混音 汪洋 空缠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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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继续管 留下的泪 多希望还能够轮回 你那紧紧锁住的眼泪 衬托我多卑微 你离开后我才懂得你留下的温存 我不值得你继续的 请你忘记我们逃近的缘分 别再太认真的天真